而不是直接就把原因归咎于该不该绑大选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这个错字的焦点 那造成这次选务的乱象 特别是民众大排长龙 或者投票的过程里面动线的不顺畅 甚至是一些投票的票轨这些等等 有没有做好适当的安排 事前的演练等等 这些其实都不是绑不绑大选能够解决的 应该回过头来去检视你整个选务的准备 筹备是不是很妥善 这当中荣获有一些可能是疏失 准备的不周到 我想社会各界在这次投票的结果 也选择了基本上是原谅的 所以大家也在那边排队 就是为了表达他心中的那种投票的意愿 跟投票的一个意志 所以这个其实是给中选会一个检讨的机会 怎么样去彻底的检讨 而不是在现阶段就直接把这一次 投票的乱象或者选务的乱象的结果 就归咎于说 是不是跟大选绑在一起 可能答案不尽然是如此 应该彻底检讨以后 再来跟社会报告 或者再跟立法院来提专案的报告 大家讨论如何让选务可以更有效 而且更顺畅的来举办 那包括开票的过程其实也是如此 边投票边开票 这样子的状况到底如何改善 在法规上面还有哪一些应该要补强的 我觉得这可以综合的来做一个盘点以后 再来做不管是要修法 还是行政措施上面的改善 而不是直接就把原因归咎于 该不该绑大选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这个措置的焦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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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